人音有本无所剧 数音有根不动摇 大家好我是任俊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卷股价指数 早盘一度震荡整理 但是呢 现在盘中又创下 一个波段的新高点 来到14288点 那台股是一个 看回不回的走势 最主要还是因为 有两档股票在撑着 一档是目前量占比第一名的 一档是目前量占比第二名的公司 当这两家标的呢 它如果没有出现 大幅回档的情况下 其实台股呢 它会走一个 金金涨的模式 但是呢 个股之间结构上面 一定会出现一个改变 有一些个股涨多了 它会回哦 可是呢 有一些新的标的 它会开始去做接涨 它会开始去做补涨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 加卷股价指数目前上涨40点 对不对 那上涨的加速跟下跌的加速 其实大概在一半一半左右 所以有一些资金呢 它会开始去做移转 它会开始去做移动的动作 那多跟空之间 你就看哦 你就看两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呢 一档是2303的联电哦 你不要想看它哦 它目前是整个台北股票市场里面哦 量占比第一名的公司 也就是说 现在绝大部分的资金都放在 都在这个联电这一档股票里面 所以呢 当我的联电啊 它还能够持续创高 甚至呢 开始引动一些空单的资金 再去做进场 衍生成嘎空行情的时候 那台北股票市场 它就会呈现一个比较稳定 比较上功的一个走势 那另外一档呢 就是我们最强悍的 2330的台积电啊 它今天来到了518块钱哦 当然呢 台积电再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我说之前这个高点嘛 它会怎样 它会越过去 可是呢 它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的时候 同学 如果你想买的时候 那我真的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不要太过于急躁哦 不要太急哦 真正你想要赚到 大波段的一个机会 台积电你想要赚大波段的机会的话 不是用追价的啦 你一定要等什么时候 等全市场都恐慌的时候 等大家都不要台积电的那个时候 你再去买就好了 否则你现在跟人家去追 我告诉你 有时候你很容易追在 那个最高点的位置 位置点上面哦 比如像506块 不就是人家追出来的吗 那506块今天就算过了 你只是等几套而已哦 你只是等几套 可是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我当时在买的这个位置点嘛 这个位置点上来 你才有大波段的空间 可是来到这边横盘整理呢 你说他在创高没有错 可是空间他相对来讲 比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小了非常的多 这个不是价位的问题 而是在市场的气氛上的问题哦 那也因为啊 现在就是涨连电嘛 就是涨台积电嘛 那所以呢 你要必须从这两档股票里面 你去延伸新的一个族群出来 你去找哦 这个两档股票 跟他有关系的这些标的 他目前股价还在低档的 这个空间就大了哦 这个相对来讲 比这两档股票 他在飙涨的空间反而怎样 更加的出色哦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有一些个股 比如像说半导体设备 对不对 因为半导体的景气非常的好 现在不管啊 就是包括世界先进啊 包括联电 包括台积电 他们都在涨对不对 当他们在涨的时候 预告了一件事情 半导体的景气 从谷底开始反弹 那当他们从谷底开始反弹 他们也开始去做什么动作 他们会开始去做投资 开始去做建厂的动作 包括台积电的部分 在南科 现在几乎啊 整个台积电的 整个南科都是台积电的 都被台积电买下来了 我们可以说南科就是一个 台积城你知道吗 所以呢 台积电它在大幅扩厂的时候 它是不是要买很多的设备 所以今年的资本支出 已经来到170亿了 2020年对不对 那明年啊 新的一个年度又要开始了啊 那如果新的一个年度 它继续调整 它的资本支出的话 那告诉你 这受惠很大的族群 反而是在这个所谓的 半导体设备里面 尤其是现在沈颂啊 三星为了要追赶台积电 它怎样 它也在大幅的去做增加 它整个扩充的资金 再加上说 因为现在半导体 中心半导体不行了啊 已经被美国制裁了 所以很多的订单 除了一项的联电以外 其实还有三星啊 你不要忘记了 所以呢 当这个所谓的二线的晶圆厂 它们都也要扩产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为什么 这个第三季的全球半导体 制造设备的销售额 会创下历史新高 那既然第三季创历史新高 那第四季呢 会不会维持一个 创高的一个走势 三星要扩产 联电要扩产 甚至世界先进都有可能扩产 台积电更不用讲了啊 它现在扩产的速度 未来会加得更快嘛 它未来会更快速的 去做扩产一个动作嘛 所以有些半导体设备族群 我说它一直以来 都被低估了对不对 包括有一档标的 我说183块钱跟大家谈的啊 我说这叫双底完成嘛 如果台积电会好 我相信它一定会好 它一定会非常的好 但是呢 骨架它会跟谁做联动 它会跟它的大客户做联动 所以你看到哦 这一家叫应用材料的公司 它在美国股市 一直创历史新高 一直创历史新高 当时我跟大家谈的时候 它在69块钱美金 现在呢 它已经在哪里了 它已经在80块钱美金了呢 涨到80块钱美金的同学 所以呢 应用材料 它的未来前景 甚至它第四季哦 都比预估的还要强的非常的多 当然啊 金鼎它绝对是受贿的 所以你看到说 今天大盘在回党的时候 其实金鼎怎样 它目前还是维持一个涨势哦 它还是小涨的一个状况哦 那它的朋友啊 它的相关的同学 它的这些好朋友们 其实也慢慢开始在上来了呢 包括今天3131的红色 目前盘中涨了5.74% 今天最高点来到哪里 437.5元 那红色是做什么的 它就是半导体设备 它就是供应给台积电 这个半导体设备材料的 最重要的一家供应商 所以你不要小看红色哦 它今天437块钱 它是创了什么新高 它也创下历史新高的同学 所以半导体设备的材料啊 它的商机已经 大家已经开始在focus了 大家已经开始在看了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们的台积电 当我们的联电 他们开始在往上涨的时候 当然涨多不一定要去用锥的 可是呢你把这个地方 你再重新去review一下 相关的供应链当中 你可以找到很多宝石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钻石哦 所以你看到的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红色 包括了这个金顶的部分 甚至呢还有 那个爱斯摩尔 最重要的一家供应商 6196的樊宣 现在盘中也开始上涨 涨了4个percent啊 所以这一些半导体设备族群啊 我告诉你哦 以前啊 大家都被忽略了 这一段时间台北股票市场 创历史新高以来 其实他们都没有动哦 他们都没有动 可是呢 当联电跟台积电 他来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的时候 其实法人的资金 他们会开始做移转 他们会开始去布局 这些所谓还在低档的 而且获利能力相对优异的 未来的前景 还是非常看好的一些标的当中 所以呢 像金鼎的部分 像红硕的部分 像所谓的帆旋的部分 他们就是未来可以吃到大单 未来在整个半导体投资 持续成长 持续茁壮的时候 他们会受惠的相关族群啊 所以我说你不用急 你要找到真的 未来具备成长性的关键 像这种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额 创下历史新高的时候 台湾因为台积电的关系 因为我们这一家 护国神山的关系 它已经扶植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这个所谓的 半导体设备的企业 开始上来了 所以半导体设备呢 我认为哦 它是未来会接手 这个所谓连电台积电 这些资金 很重要的一块族群啊 所以我说 像这种金鼎帆旋 当然它涨上来了 它创下新高了 可是呢 有一些个股 它最近才刚开始做回档而已 但是钱有没有在买 资金已经在做进场布决动作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房 那这个半导体设备族群 我相信大家现在还不晓得啦 那就是因为不晓得 所以我觉得 它未来的空间反而更大 像这一档 三叉叉五的这家公司哦 你从量占比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哦 量占比从700来到55 哦 这个资金的流入的数量 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哦 连续大涨上来之后 每次都做洗盘 大涨上来之后 就做洗盘的动作 所以我跟大家谈嘛 你要用低买三法对不对 量增突破量缩回档 量增突破量缩回档 所以强势股拉回 你要站在哪里 站在买房 尤其是哦 它开发了一些新的产品哦 这些新的产品 是未来整个半导体设备 自动化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当这些半导体 它开始要进入自动化的时代 包括了哦 这个所谓的5G时代来临的时候啊 有一些AI人工智慧 它也要导入啊 那这些设备呢 需求一旦起来的时候 这些设备 这个量能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现在看它很弱 可是未来我觉得 它会变得非常的强 因为呢 它本来就是一家优质的公司啊 只是最近呢 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 当然业绩受到一些打击啊 可是一旦哦 整个肺炎疫情开始结束之后 我认为拉回回撤 只要回到月线的附近 反而是很好布局的一个机会 时间要关心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哦 甚至会盲目的跟单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现行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 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 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掌握其中顺势而为 学会这套技巧 股市对你来说 是一个源源不绝的巨宝盆 小资理财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哦 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台湾这一次因为半导体非常热络的关系 再加上说美国在打压中国的半导体 所以导致说台湾的半导体族群 迎来了一个转单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呢会由这个金元代工 开始往他的上游的方向去做发展 那包括了一些设备的族群 包括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料件的族群 其实都会有所受益的啦 都会相对的来讲都是有所受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红缩的部分 为什么今天可以大涨 包括就是所谓的帆宣的部分 其实今天买盘也开始去做回温的一个动作 那他们其实这些股票都有些特点 其实我们以帆宣来讲的话 像现在帆宣涨了4%对不对 他们其实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横盘震荡整理 那包括在大型股的部分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 那有一些个股它在做回档 比如像说2454的联发科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谈这种涨多的股票 它会开始去做回测 可是呢有一些机会点它会出来 比如像说接手连这个联发科的资金 就转移到哪里了 转移到红海升上来了 所以这种横盘整理突破的话 通常代表了它已经是一个转强的一个讯号 但是强势股你必须买在短线上弱势的时候 那有一些个股它会来去做接棒啊 那这些个股它也有一些特点 比如像红海 红海的话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目前价值被人家低估的一家公司 我们从它的获利来讲的话真的是不错啊 今年前三季赚了4.03元 去年也赚了有8块钱啊 所以在iPhone 12推出来之后 大家已经开始去做预期的动作 就是红海今年的获利会往上去做成长 那以现在本益比10倍来讲也不算太贵啦 它也不算太贵 所以我们以红海的模式 我们再把它复制起来的话 你其实还是可以挑到哦 比如像说3211的顺达 顺达今天在创一个波段的新高 对不对 它在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这一根大量长虹突破 当时我就已经在关注它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今天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点 那重点在于说 其实它今年的获利也是不错啊 前三季就已经赚了5.5亿元 比它去年哦 还要来得更 已经差不多到去年的水准了 如果你再把第四季的获利加上去啊 可能今年就会赚到超过6块钱耶 那以它现在的股价来讲 也不算太贵哦 真的也不算太贵哦 所以呢 这些法人的资金 这些所谓的价值型投资的这些法人 他们会把他们原本在有一些涨多的股票 把它资金抽回来之后 开始移向了这些所谓的变下低估的标的里面去 但是它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产生一些讯号 比如像这个 这个一出来大量长虹去做突破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所以它的节奏就变成这样啊 突破上来做休息 量缩回档 未来它会继续涨 它会继续涨上来 所以同学 你现在晓得你要买股票 你要怎么去做了吗 当你观察到 当你想要买一档标的的时候 你不是急着等它 不是急着去用追价的方式 你必须要等待什么 强势股回档的时候 就算你要买鸿海 就算你要买台西店 就算你要买链店 我觉得方法都是一样的 你的节奏上面都是一样的 包括我现在跟大家谈的 有一些涨价的族群啊 当它的机会来临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去做一个洗盘的动作 但是呢 洗盘不代表不好 洗盘呢代表说 它会让筹码更加的稳定起来 所以呢 当你要操作这些标的的时候 你的节奏上面 一定要掌握清楚 你的节奏是错的 就算未来这档股票 它有大飙涨的机会 都跟你无援 它都跟你无援 包括我讲的啊 未来会有十年一次的 原物料的大行情它会发生 你现在看到的 包括油价的部分 已经开始在涨上来的 包括钢铁的价钱 已经开始在涨上来的 甚至铜价的部分 也开始出现一个飙涨的走势 那这一些 这一些原物料的上涨啊 其实跟这个会带动有一些企业啊 它有获利 它有利差的一个空间出来 不要小看这种利差 2008年到2009年的时候啊 2009年那时候 整个油价开始从谷底 开始反弹上来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到哦 你那时候投资台硕 你可以获利高达一倍的幅度哦 它可以赚到将近快一倍哦 因为那时候原物料的行情 它在低档 但是台硕它为了要生产 它一样一直的净油进来 那它净油进来之后 它再把它提炼成原油 再销售出去 原本的低价的库存 它在油价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原价钱就会一路的 往上去做垫高 那可能原本一桶只卖10块钱 可是它现在可以一桶卖到15块钱 卖到20块钱的时候 它整个获利就会出现一个翻倍 暴增性的成长 所以我说你要留意的 反而是这些原物料的价钱 尤其是现在新台币在升值 对不对 当我的新台币在升值 那原本这些油啊 这些钢铁 这些硕化的产品 他们主要用的地方 都是用美金来做计价的嘛 都是美元在做计价的啊 那我新台币升值了 我可以买更多的油 而且我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出去 当我可以再用更多的产品 去销售出去的时候 当然我未来的获利 也会跟着水涨而穿高 这个就是整个内需族群 开始在带动整个原物料 个股的未来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发现到说 其实有一些个股 它的利差开始在扩大 像这个东西 1309的台大化 今年以来你不要小看它 今年以来从9块钱涨到了30块钱 涨幅也将近快三倍 那当然涨上来 当然不要去做追加的动作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那我说为什么你要特别去做留意 因为油价的关系带动它整体的毛利率 开始出现一个暴增的一个走势 我刚刚讲利差 它最主要的是销售ABS 跟这个所谓的PS的这些 所谓的这个原料 硕化原料的部分 那它上游的原料在哪里 它上游的原料叫做SM的原料 这个SM现在在国际之间 价钱开始在当 因为太多的供应商开始在做这一块 但是ABS跟PS的部分 它并没有出现一个 大幅扩产的一个状况 所以原料成本变低了 再加上说它现在的售价 还在往上成长的情况下 造成你看这是今年第三季 原本的去年第三季毛利是4% 今年第三季的毛利高达24% 然后EPS也从0.03元 暴增到1.9亿元 所以EPS是从美季足迹来在做成长 再加上毛利居然暴增年增将近6倍 这个就是利差的效果 这个就是所谓油价它的利差所产生出来 对它的财报所产生出来的获利 所以这个获利是非常可怕的 再加上说如果第四季价钱都没有改变 整个全球的原物料价格 还是要维持一个涨势的情况下 它的利差维持对不对 那它今年的获利会非常的 可能会创下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水位 所以当它的股价回撤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很好布局的时机 但是你要懂得怎么买 不是用追价的方式 强势股回挡 你再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包括我刚刚讲的 有些电子股看起来很厉害 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个传产股 当这个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量占比从1000来到750 1000来到750 以前没有人在买 可是这一根一根的藏红棒 这一根一根的大量藏红 钱再买了 资金再去做进场布局了 它不是大家习惯的什么电子股 它是一家钢铁 做钢铁的 以前做钢铁真的毛利非常的差 可是今年不一样了 开始整个盘价 一直要往上去做调整 我原本的库存 也开始在水涨船高的时候 获利也开始出现 大幅跳升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它被人家低估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买它的时候 在11.75元 买完之后当天就直接亮灯涨停 再涨停有没有 两根 然后再来第三根亮灯涨停 17号的时候第三根 18号第四根到19号的时候 就已经五根涨停板了 它就已经五根涨停板了 我讲说这种钢铁股它会涨 我讲实在的 没什么人愿意相信 可是钱不会骗人 资金的流向它不会骗人 今天真的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就代表说有人 他已经先知道一些事情了 有人他已经先知道一些讯号了 资金的流向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 所以当你买的点位是对的 就这样五根涨停板 但是有人买错 等到它涨上来了 才去做追价的动作 那拍谁 它最近就开始做一个震荡整理 可是整理不是坏事 我说这种股票 我认为它这边大量的资金开始在买 它整体的趋势还没有改变 未来会不会再复制这五根的涨势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我认为是有机会 可是你要买对位置 什么讯号出来的时候 你要下去做布局的动作 我都有一套公式 我都有一套方法去做规划 包括未来的铜价大涨 包括未来的整个涅价 其实它都已经在国际之间 出现一个涨势的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的标的 原物料的族群 配合整个半导体设备的族群 台股只已经开始去做转移了 那你一定要找到对的方向 来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养标股才能够赚到行情 买期账不要用追涨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养标股赚行情 买期账不追涨 口信派勒 对我走 我们当座台北边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属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侵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坊间各式各样的课程 无论是投资 或者是投机的一大堆 你根本无从选择 甚至会盲目地跟担 大部分的人甚至会怀疑 在股市中获利 必须先学会一大堆 看不懂的现行图表 需要分析大量的财报数据 甚至还会担心遇到内线交易 股市被财团外资操控 散户只有被坑杀的份 吓得不敢进场做投资 我将我过去的经验 以及国家认证的专业分析 整理一套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系统 并利用孙子兵法当中 道天地降法之间的哲理 告诉你 外资法人 他们所不敢说的秘密 你会发现 这将巧妙的反映在股市的生态当中 股市运作的原理 只要展示